指刀碰击身体 组合练习十三 组合练习十三中扑出了刹刀左右摆刀以及平推刀的动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左右摆刀时 注意保持刀身的平行 推刀过程中 注意两手协调配合 上下交叉 插刀时 注意两刀交叉不可分开 刀刃向外 组合练习十四 组合练习十四中突出了一组撩刀的刀法 撩刀时 要求刀贴近身体侧面 撩刀的力点在刀刃前部 上部翻身撩刀 上部翻身撩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组合练习十五 组合练习十五中突出了左右交叉批刀及转身雕外花刀 在交叉批刀过程中要注意保持两刀交叉而不碰撞 交叉批刀接转身提料花时注意鞋垫要紧凑叠冠 交叉批刀接转身提供 在交叉批刀过程中两刀要立约扰转 组合练习十六 组合练习十六突出了前滚翻的动作 持刀做前滚翻时应注意抢背使刀向里收于体侧 不可使刀先着地 拱翻时注意团颈背部 持刀前滚翻属于地躺刀法里的一种 持刀前滚翻属于地躺刀法里的一种 组合练习十七 交叉批刀接李河腿为北腿选扫刀 这是一组突出了腿法及刀法配合的组合练习 交叉批刀后 夹刀时注意将刀要夹牢防止脱落 李河外白腿要连贯 扫刀时注意提腕 在这个组合里突出了腿法及刀法以及腾弓动作的配合 配合中要求动作与动作之间 斜肩要紧凑严密 充分利用上一个动作的惯性 接做下一个动作 使动作之间不可间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组合练习十八 组合练习十八钟突出了一组夜视平衡的动作 在做夜视平衡接双对刀的过程中 注意 单腿支撑时膝盖要保持微躯状态 五指抓地 左腿上挑与抬头要两头用力 使身体平衡而稳定 双刀是双器械的一种 通常双器械对双手的协调性要求较高 初学时应该先从单器械练习起 在熟练了掌握了单器械基本方法以后 再逐渐练习双器械 组合练习十九 在组合十九的练习过程中突出了两个腾空动作 提膝上扎刀 腾空回身扎刀 两个腾空动作要求在空中有滞空感 突出腾空的造型